今天是凌夫人的生日 十一当然在里面 生日 那算了算了 我连生日礼物都没有准备 这样进去太实力了 我还是先走了 告财 等等 今天见 今天签约 走 可是我 这边请 石梦 那个臭小子 到现在才来 都说了路上堵 要 还是车吧 这位是 同事 以前怎么没见过呀 阿姨 您好 我叫方言 今天 祝您生日快乐 这是生日礼物 希望您能喜欢 你说你来就来了 还送礼物来了 这孩子 不认识的 这不是那个 威廉安设计师 设计的围巾吗 这是爱你最喜欢的呀 对呀 对呀 这是石总特宇说的 说您喜欢 小小心意 不成敬意 我很喜欢 邦言 你太有心了 我的礼物呢 往公司了 明天不给你 臭小子 一点都不伤心 来 来 来 小颜 来 客套客套 这 这是我 人带来就好 你送礼物啊 更让我开心 小颜 你是哪里人啊 我 家里几客人 有没有兄弟姐妹什么的 你数什么的呀 你们认识多久了 你什么星座的呀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呀 以后啊 经常空了就来玩 以后你要记得 妈 经常来 我找他有点事 等会儿再来找你 阿姨 我先去了 阿姨 我先去了 在 这里留下 不好意思 失陪 失陪啊 那个 你要找的十一 在楼上 去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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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有点紧张 我需要准备一下 你怎么那么多事 我去外面 很快 我就准备一下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你的 因为我 我 你怎么还是这么紧张啊 是不是私信聊天 会放松一点 要不我们试一下 用微博面对面交流怎么样 不用了 不用了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病 叫心因梦游症 心因梦游症 我就得了这种病 就是 当你一进入一个 害怕的情境中 然后你就会进入 那个梦游的状态 然后你就会不停地 走走走走走走 然后你就 你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病例 这是我的诊断证明 小梦 小梦啊 都回国这么久了 该回家住了 妈 你知道的 我和她没办法同住一个屋檐下 这么多年了 你也该放下了 别劝了 这是我跟她最好的相处方式 还有啊 郝云俊 小梦啊 来 你听我说 怎么 你 没事了 那你们去忙吧 行吧 走 去吧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听得懂了吗 所以 你得了一种很奇怪的梦游症 需要待在我身边才能治好 那你想怎么待在我身边呢 就是能待在你身边 越长时间越好 因为我特别想要知道 为什么我待在你身边 才能治好病 你事情二十四小时待在我身边 对吧 对对对 其实如果有这样的工作 就再好不过了 那你想怎么治疗啊 我 我 其实我想 你的意思是 太硬了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想怎么治疗 我现在我犯病的时候 你能把我抱在你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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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以为能做知己 本以为能做知己 没想到 没想到 是梦 你要找我聊什么呀 是梦 走 上去 我刚下来 大哥 我刚下来 你是聊天还是溜我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你现在是想要签名 还是拥抱 不是这个意思 那等你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微博私信我 看我的病 你才会给你 有什么事 是 你不用了